欢迎继续收听由紫金为您演播的长篇悬疑推理小说《无罪谋杀》 我盼解顿了顿 我只看见赵兰和那个打扮成糖宝的女人被凶手杀了 女服务员我没有亲眼看见 当我喊她她都不答应 连呼叫都没有 我想她肯定也死了 邵俊杰不知可否继续问 那你有没有看到凶手的真面目 没有 她蒙着脸 头上戴了一个很吓人 很奇怪的头罩 邵俊杰没有继续往下问 她一转身急匆匆地走进那间化妆间 在那对衣服里面翻弄了一会儿 用衣服架提着一套衣服走了出来 上身是白衬衣 配着红色外套 下身是黑色喇叭裤 分明就是影城女员工的工作服 邵俊杰问潘杰说 你仔细看看潘小姐 那个女服务员穿的是不是这套衣服 是这样的 可是女服务员穿的衣服好像都一样吧 对潘杰的疑惑 邵俊杰没有回答 她问范瑶说 老经理 你们这里员工的工作服 会放在化妆间吗 不会 员工的衣服都是放在休息室 个人专门的箱子里的 化妆间是给演员一类人使用的 平常的员工除了做杂物 都不会进化妆间 我知道了 邵俊杰面色凝重 发出一声冷笑 假如化妆间里真的发生了凶杀 那这个案子可太有意思了 我们原先以为 房间里一共有五个人 凶手女服务员 导购罗娜 潘杰小姐 还有她的助理赵兰 但事实上 房间里也许只有四个人 范瑶明显没听懂 少俊杰的意思 只有四个 怎么可能呢 女服务员 罗娜 潘杰和赵兰 正好是四个人 还有凶手呢 你忘了 我没忘 只不过凶手不是独立的一个人 她其实与四个受害者中一人 是同一个人 同 同一个人 范瑶击铃铃打了个寒颤 你意思是 凶手伪装成我们的服务员混进来杀人 这 这太荒唐了 是不是荒唐 很快就知道了 少俊杰对身边一个警员说 现在马上通知乌整科的人到这里 由我此此息息检查 我倒要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人被杀了 警员马上用对讲机向局里传达组长命令 半小时之后 四个物诊科人员带着设备赶到现场 按照少俊杰的吩咐 仔细地搜查了一遍 由于案发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血迹 为了保险起见 技术员们在地面上撒了一种叫卢米诺的溶液 它的化学名称叫做三安基本二甲仙境 俗称发光安 专门用来检测经过擦洗和时间久远难以发现的血液痕迹 可以检测出百万分之一的含血量 技术员们把化妆间里唯一的窗户挡上了 在潘杰所指的两具尸体躺倒的位置 喷洒上卢米诺溶液 结果 原本干净的地面上逐渐散发出 幽蓝色的一块块光斑 那是血液残测中铁元素和试剂 发生氧化反应出现的现象 站在门外观看的少俊杰 心情顿时变得沉重 他尽管早有心理准备 毕竟还抱着一丝侥幸 期望这个案子不像看到的这么诡异 然而现在勘察结果就在眼前 毫无疑问 潘杰没说谎 这就是凶杀案的现场 而他有幸碰见了他这辈子都未曾碰到过的怪案 从潘杰逃出这间屋子 到他带人赶回 纳于用了两分钟时间 虽然尸体数量比之前预估的少了一个 可是他跑来这段走廊化 砖间门口有段直路 就是说潘杰根本用不着跑到门口 在远处就能看到是不是有人从房间里出来 这样估算下来 他一个来回只要一分半就足够了 他没有发现凶手 就意味着凶手在一分半时间里 擦干净地面的血迹 然后带两具尸体逃走了 这可能吗 除非凶手是一个绿巨人那样的怪物 为了保险起见 他宁愿假设凶手就是绿巨人 他亲自带警员以化妆间为起点 检查另外两个走廊的出口 如果凶手带着两具尸体夺门而逃 只能二选其一 可是结果令他更加吃惊 两条逃跑路线 经过的楼梯和走廊里 没有发现任何掉落的血迹 一丁点都没有 以被害人受伤情况来看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也许只有一种可能 凶手以难以想象的速度逃出了 新华国际影城 恐怕就算是绿巨人来了也做不到 换句话说 他遇到了一桩密室杀人遗失案 虽说窗户和房门都没有从里面上锁 但其他客观条件无形中 限制了凶手的活动 七层楼的窗户 一分半钟的遗失逃跑事件 这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完成的犯罪 凶手却做到了 他怎么做到的呢 邵俊杰苦思冥想 想得头都疼了 他当了这么多年警察 算不上福尔摩斯 也堪称洞察秋毫 偶尔无事 也看看推理小说 本格式推理中最精彩的情节 莫过于密室杀人 完整不可能完成的犯罪 对于他这样现实中的老警察来说 推理小说家苦心编制的 不可能犯罪 当故事都督 列齐一下还行 里面有很多技巧 在现实中是经不起推敲的 那得需要许多巧合和偶然 作为前提才能实现 所以 现实中从来没有罪犯 进行过所谓的密室犯罪 他从来不相信这个 直到今天 好像上天有意刁难他一把 他遇到了一个真正的密室杀人案 没有人看出他冷硬的外表之下 内心中有多么的震惊 多么的茫然 身后忽然有人喊他 在这浓重的河南口音 少警官 他转身看见了沈强 他在电视中 电影中倒是没少看见他 演的都是一些 有点憨直傻气的角色 现实中跟这人没有什么接触 沈强 神色焦急 脑门上轻轻直跳 压抑着愤怒 孙起的妻子险遭毒手 做丈夫的理应这样 邵俊杰问 哦 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 我刚才问过我媳妇 她见过凶手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 帮你抓住那家伙 无罪谋杀VIP版本 每天至少更新八集 好听的故事 无需等待 直接在喜马拉雅APP 搜索无罪谋杀VIP 就可找到购买 有任何问题 可以加本集标题 我的微信咨询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